这是一片被火山灰滋养的肥沃土地 紫花木许全年都在生长 在紫花木许丰收时 我们总是在每块地里留下一小块不去收割 你能猜到这是为什么吗 种子或者它长势真的太好了 可能需要明年复制粘贴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对比组的实验 我觉得应该可能会像食堂每次会留一碗菜 就是会送去质检的那种 我们总是在每块地里留下一小块不去收割 留着作为田里昆虫们的栖身之地 我们利用天敌昆虫来捕食害虫 同时保证不去打破各种昆虫之间的数量平衡 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尊重自然的规律 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蛮厉害的 不是这样 还真的没有想到跟昆虫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互动 这些昆虫都挺幸福的 它们还能有一个家族 它们下一代也会能担心内戒 我觉得这个企业的社会责任性还是蛮重的 支持民主党的社会责任性还是蛮重的 是在这种产业的地方 西跟中文的社会责任aho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